第128集 那是什么地方 东方费尔异常好奇 云外天都 费尔在无尽虚空里有着无数国度 但这些国度都隶属于仙界的各大势力 反正就是一句话 无尽虚空都是仙界的地盘 虽然各大势力之间争斗不断 但终究还是各有法治的 帝君法令所到 众势力都要遵守执行 这些势力也需要向帝君供奉 楚浩然解释道 原来仙界帝君还有这等好处 东方费尔想想 顿时口说不已 这无尽虚空那么大 无数国度隶礼 都需要按时供奉 帝君法令所到之地更是无不服从 实在是够威风的 难怪清帝失踪 恶势力都蠢蠢欲动 想要争夺那帝君宝座 那云外天都 却是一个例外 主浩然道 那里还有另一个名称 叫做堕落之渊 那地方有着一切的物质享受 也有着一切的犯罪 杀人放火 抢劫偷盗 在那儿都是普通商 什么 仙剑还有这样的地方 东方费尔睁大眼睛 老天爷呀 神仙也犯法 是啊 楚浩然笑着摇头 当年他也是去过那地方 所以印象深刻 如果仅仅这样 那也倒算了 反正就是一个可以胡作非为的地方 在那地方住着一个女人 统领整个云外天都 可以说这云外天都 就是他的地盘 而这个女人的爱好嘛 有些特别 怎么特别了 东方费尔好奇地问 他喜欢养男宠 楚浩然解释道 而且喜欢相貌俊美至极的年轻男子 说话的同时 他忍不住瞟了一眼 亲儿和石头 心中暗自叨过了一句 不光是那个墨西尘有这个爱好 好像东方费尔也喜欢清秀美男 难道说这女人都有这个爱好 东方费尔大惊 而石头居然不知死活地说了一句 这个爱好也不算过分呢 那个男天子不是也喜欢收集美艳女仙吗 他的爱好和男天子的一样变态 楚浩然苦笑道 他喜欢 他喜欢看男人和男人在一起 东方费尔想要从这无尽虚空跳下去 这个爱好还真是够变态的 但连想到那个天男子 东方费尔最后的结论 大凡神仙都有些心态不正常 所以爱好也有点变态 神仙果真是和凡人不一样的 所以说如果没必要的话 谁也不愿意招惹那个女人 清儿解释道 清儿 你和石头两个人都藏在极乐沙里 没事别出来乱跑 东方费尔忙着关照 这女人太恐怖了 我出不去的 石头忙道 我也不敢招惹那个女人 清儿摇头的 他那里有传送站 可以直接去大雷斯 东方费尔问道 主浩然点头 他那有着庞大至极的传送站 可以去仙界的任何地方 可问题就是 想要偷渡嘛 有些困难 不管那么多了 咱们先去云外天都再说 东方费尔率先下了决定 总不能错过菩提魔果的成熟期呢 嗯 费尔 那女人爱美得紧 也许你有法子 清儿想了很久才到 你不是炼制了祝岩丹吗 东方费尔愣然 那个女人能够统领云外天都 自然是已经修炼有素 至少也是大罗金仙的修为 否则他以什么统领一个罪恶天都呢 他都是神仙了 又不是普通的修士 要那祝岩丹做什么呀 东方费尔诧异地问道 神仙贴免不了容颜老去的 清儿解释道 神仙不都是永生不死 青春常住的吗 东方费尔不解地问道 至少人家对于神仙的概念就是这样 谁告诉你神仙都是永生不死的 清儿摇头 这都什么理论 任何物质都有受源耗尽的一天 哪怕是那些先天强横至极的物种 哪怕是神族 妖族 只是相对于人类来说 他们的受源 确实是漫长到近乎永生的地步 但是就算如此 对于茫茫虚空 他们还是非常渺小的 想起师父曾经说过 任何一个种族 若不是生命不得延续 最后都免不了 湮灭在茫茫虚空里 成为一种可悲的灰烬 菲尔 就算修炼到大罗金仙 寿元也不过万载 哪里就能永生不死了 楚浩然摇头的 若真有永生不死 那也就没有那些古仙人家族了 万载 东方菲尔那那念叨 对于仅仅只有百年春秋的人类来说 万载实在是够漫长的 那万载过后呢 东方菲尔不解地问道 不知道 楚浩然摇头 万载过后 就算是大罗金仙 生机也会渐渐耗尽 原本修炼万载的仙灵之气 将泥散在天地间 再次归于混沌 所以神仙把自然老死 称为寄灭 一切生机皆灭绝 归于尘土 而神仙若是正直壮年被杀 成为陨落 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 突然地陨落了 这是不同的概念 但有一点 却是相同的 神仙 终究也免不了一死 就算是强大的神族 妖族 也有寿源耗尽 自然老去的一天 亲而解释道 没有任何一种物种 是永生的 哪怕我们赖以生存的虚空 都有一天会坍塌 然后 也许会出现新的虚空 反正 那些不是我所能够了解的 哦 我明白了 东方菲儿深深吸了口气 他怕死怕得要命 当初不管艰险 选择重塑肉身修仙 可现在才知道 原来神仙也有寿源限制的 如果能够在万载年线 领悟到创造神力 那么生机不断 神力不竭 寿源会成几何比例递增的 亲而再次道 东方菲儿不禁看向石头 他已经是大罗金仙的境界了 而且隐约之间 有着返谱归真 参悟神力的趋势 他 他不是 亲而摇头 石头只是金仙修为 只是不知道为何 他天生拥有创造神力 只是他这种神力 最多就是滋养草木生长 不具备别的利害攻击性 据我所知 还没哪个大罗金仙 能够参悟创造神力的 楚昂然道 东方菲儿文言不禁 机灵灵地打了一个寒战 还没哪个大罗金仙 能够参悟创造神力 那就意味着 那些古仙人 寂灭者众 活生生老死的滋味 只怕比人界的生老病死 更加残酷吧 尤其是那些 曾经纵横三界的大人物 为什么 突然石头问道 为什么没人能够参悟创造神力 难道说很难 他和菲儿一样迷茫 看着石头和东方菲儿 不解的表情 轻而迟疑了片刻 这才说道 你们应该知道 人类乃是女娲娘娘 当年捏土所造 嗯 东方菲儿点头 这个传说由来已久 原本在人界的时候 他以为是荒唐无济之说 秦儿沉隐片刻 组织了一下措辞 继续说道 女娲娘娘天生拥有创造神力 她也有着近乎漫长到不死的寿源 但是 她当年造人 还是因为机缘 无意中融合了另外一种 庞大种族的血脉 可以说 若是没有那个种族的强悍血脉 也就没有人类的诞生 而人类在诞生之后 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 导致原生的人类 失散奔走 和虚空中别的高级种族融合 这等说法 东方菲儿还是第一次听说 就连着楚浩然 脸色也有些惊冷 很显然 她也不知道这些秘密 人类有着极强的融合性 和生育能力 金儿再次说道 这就导致了后来虚空里 原本弱势的人类 也站上了一席之地 原本的各个种族 在漫长的岁月里 自然也免不了追求长生之徒 有着各种修炼功法 慢慢地经过修改融合 就是虚空里的各种修炼功法 因此 虽然各家的修仙功法 密集各不相同 实际上都是大同小异 最终都是通向先徒 可是 却没有哪一家哪一派 领悟了创造神力 轻而一口气说到这里 不禁轻轻一叹 东方菲儿没有说话 无论如何努力 最后总是免不了寂灭意图 只是把中间的过程 延长许多罢了 万载岁月 东方菲儿想想 还是很开心的 那时候就算是寂灭老死 终究无憾 比起百年春秋的人类 强得多了 不由自主地 他再次想起传说中的 神农不死丹 不知道 服用了不死丹的人 会不会死呢 估计也就是延续寿源罢了 绝对不可能达到永生不死的境界 就如钦儿所说 这无尽虚空 都免不了有着寂灭的那一天 何况 依赖虚空生存的人类 我不在乎送他一枚助言丹的 甚至还有一些别的美容丹药 东方菲儿想明白后 倒也放开了 韩笑说道 只要他让我们通过传送阵 去极乐净土 奇怪 怎么奇怪了 朱浩然诧异地问道 哼 你这个小脑袋 又想到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了 你送我的那个极乐沙空间 和西方大雷音寺的极乐净土 有什么关系 东方菲儿皱眉问道 呃 这 朱浩然摇头道 大概名称相同吧 没什么关系 事实上 如果你不想叫做极乐沙 完全可以改掉 这东西 我原本也是无意中得到的 只是需要灵气炼化 我却不能 西方净土 有着一杀一世界的说法 清儿突然插口说道 难道说 指的是这极乐沙 菲儿的这个小型空间 是来自西方净土的 我也搞不清楚 朱浩然摇头道 哎 外面那个仙人 你们准备怎么办 如果对方没有恶意 就算了 东方菲儿说道 他一向不喜欢杀戮 嗯 朱浩然点头 他要是没有恶意 只是好奇跟踪了我们 就由他去吧 若是他有什么企图 说不得我正好准备练个手 你们两个出去 先去云外天都 看他是否跟过来 若是跟过来 在云外天都打听一下他的来历 再做打算 清儿说道 就这么说了 楚浩然说着 扶着东方菲儿的小蛮腰 而东方菲儿含笑 向青儿和石头 还有腾龙青鸾 打了一声招呼 捏了一个法绝 神石闪过 两人再次出现在 无尽虚空里 楚浩然带着他 开始在虚空中挪移 又经过了两处传颂阵 一座巨大的城池 出现在东方菲儿面前 顾不得传颂阵 带来的不良反应 东方菲儿抬头 诺诺称赞道 不愧是天多 好大的气势 那南天门比起这里 不知道要大多少倍呢 楚浩然轻轻捏了一下 东方菲儿挺翘的小鼻子 附在他耳畔低声道 那人还是跟过来了 不知道什么来的 随他咯 我们且进城去看看 东方菲儿轻轻一笑 感慨自己没见识 问题是 这城池实在太大 而且在城池外面 有着无尽云海 和太虚幻境的云海差不多 这些云海里 也有着人类居住 小国林立 隔得远远的 东方菲儿就看到 在云外天都的外面 常常有兴芒闪烁 霓虹横贯长空 都是仙人横横飞来 或者离去 极乐沙空间和云外天都一比 东方菲儿陡然发现 自己是何等的贫穷 楚浩然拉着东方菲儿 离开传送镇 正欲向云外天都飞去 不料这个时候 传送镇上光滑闪烁 随即一老一少两人 出现在传送镇上 东方菲儿和楚浩然 都好奇地看了看那两人 而正好那两人 也向他们这边看过来 双方的目光里 都闪过一丝诧异 东方菲儿一愣之下 就明白过来 楚浩然的身上 穿着一身黑色长袍 长袍上 引着金丝织成的图案 而自己 却是一身银白色的织金长裙 天生 对方那面 那个年龄颇大的中年人 同样是一身滑贵的黑色长袍 那个少年年约十五六岁 乍一看和东方菲儿年龄相仿 容貌清秀 身上居然也穿着一身 银白色的织金袍子 所不同的是 那少年是个男孩 东方菲儿却是女子 那少年的一双大眼睛 目光炯炯 落在东方菲儿身上 随即他冲着东方菲儿 露齿一笑 左边的脸颊上 顿时露出了一个深深的酒窝 楚浩然陡然心生警惕 这少年的模样 可是东方菲儿最喜欢 剪的那种品种呢 楚浩然忍不住 又看了看那少年 皮肤白皙 模样清俊 衣着滑贵 刚才那微微一笑 绝对能够迷倒一大群女孩子 菲儿 我们走吧 楚浩然拉着东方菲儿的手 飘飞出去 东方菲儿回头 冲着那少年欠人的笑笑 那少年倒也有趣 居然冲在空中挥手 笑得是一脸的阳光灿烂 雨儿 莫要惹事 中年男子看着少年 淡淡的语气里 虽然是警告 却透着难眼的宠溺 那女孩好漂亮呢 少年轻笑道 哦 你喜欢 中年男子挑眉问道 少年毫不掩饰地点头道 没错 难得有个看得顺眼的 若论容貌 她比金红姐姐还剩三分呢 哼 你就喜欢这样的女孩子 中年男子听得她提到金红 毛子里闪过一丝哀气 轻轻一探道 雨儿 这里不比情瑶之城 你勿要乱来 飞儿 楚后人飞得很慢 拉着东方飞儿道 那个少年 怎么了 东方飞儿不解地问道 很危险 楚后人低声说道 危险 东方飞儿愣然 那个少年看起模样 最多比她大个一两岁 笑得一脸的阳光灿烂 怎么个危险了 她怎么感觉不到呢 对于我来说 非常危险 楚后人哈哈一笑 拉着她的手道 你可不准捡她回去 东方飞儿愣然 捡 她又不是个捡破烂的 我不捡破烂的 东方飞儿一脸的正色 人家也不是破烂 所以我才担心呢 我现在看到这样的俊美少年 就想一把掐死 楚后人一点也不掩饰 自己的极度之情 难得有机会说出来 青儿和石头都不在 否则 只怕就冲她这么一举 青儿都会找她反目的 人家又没招惹你 东方飞儿对于她这样的 草间人命很是不满 独嘴叫道 她就不该冲你笑 楚后人开始数落 那个白袍少年的罪状 东方飞儿叨咕咕了一句 谁也听不懂的话 这算什么破理论呢 第128集 凡 走